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体上来说 政府干预外汇市场的两个极端情况是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 目前 世界一些国家实行的是接近于理想的浮动汇率制 而一些国家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 当然 另一些国家则是两种汇率制度的结合 在浮动汇率制下 本国的财政当局和货卫当局 不会明确地对民意汇率E进行干预 如果民意汇率真正的是浮动或成灵活的 它则会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自由变动 出于我们前面讨论的原因 几乎所有国家都关心其民意汇率的短期波动 因此各国会时不时地通过货币与财政政策去干预它 进而影响到民意汇率的取值 在现实中 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重要的固定汇率制 大致上可以划分为硬汇注和软汇注 在硬汇注下 一国承诺将其民意汇率无限期地 盯注其他国家的货币 在软定汇注下 货币当局不会就汇率定汇注在特定值进行长期承诺 但是汇率可以相对另一种货币在长期中相对固定 可以通过定期的降值和法定升值来调整这种固定的对应 实行硬定注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 一国放弃本国货币 实行美元化 美元化实质上就是使用卡国货币作为本国的交换媒介 美元化的缺点是 一国放弃了其征收铸币税的能力 也就是说 他不能通过印钞来为政府支出筹资 实行硬定注的第二种方式是建立货币局 货币局可以是一国的中央银行 这个机构持有以该国货币计价的升息资产 而且其民意汇率总是固定的 该机构随时准备以某一特定的固定汇率 把本国的货币兑换成外国货币 它可以买卖资产以实施这些兑换 在货币局制度下 一国能够保持其征收铸币税的能力 实行硬定注的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各国实行共同货币的多边协定 例如成立于1999年的欧洲货币联盟 欧洲货币联盟的共同货币是欧元 其供给是由欧洲中央银行管理 下面我们来看软定注 软定注涉及的是对固定汇率或汇率目标区间的不同的承诺程度 一种软定注是布雷顿次定体系 也就是所谓的美元与黄金挂钩 世界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 布雷顿次定体系决定了二战之后到1971年的国际货币关系